2008年7月28日 铁汉被送到南京博物馆保存 不过此时考古专家们开始有些犹豫犯满 怎么呢 实际上清清楚楚写着 这个铁汉里边有花瑜王塔 还有金冠银果 但是这铁汉被挖出来的时候 是完全密封死了的 那么现在究竟要不要打开它 就是考古专家们产生的激烈的争论 一方认为呢 如果号码打开里边没有宝物 那么这个送在最大的铁汉就被随外了 也很可惜 但是另一边却认为 既然上面清楚记载了这些 那这个铁汉又没有任何被打开过的痕迹 有珍贵文物的可能性非常大 打开有何不可呢 两边都有一定的道理 所以最终谁也没能够说服谁 那怎么办呢 时间不等人呢 总得拿个主意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处理一照 那你用X光对这个铁汉进行照射了 看看里边究竟有没有东西 那么结果究竟的面 很快一个好消息传来 通过X光草苗专家认定 简含内确实方有 八字算命书 亚曾八字命书 是第一生存八字推算的一门张国书 让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书 21年的道德 现场八字算命书 提高风水物体 凌处法律 道长微信 2088-2688 金属材质的物件 因此文物部门决定立即开解铁汉 2008年8月6号 打开铁汉的工作 在南京市博物馆正式展开 在仔细清理了盖板周边的铁线和灰尘之后 考古专家们先后打开了利亚的盖板 此时专家的脸上露出了凝重的表情 原来先后打开的两层盖板 都有的明显的锈石和裂洞 这就意味着铁汗内部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了 那么里面的宝贝还保存完好吗 这是大家目前最关系的问题 很快铁汗的最后一层被打开了 此时的考古专家脸上表情就十分失落 因为他们并没有看到任何珍宝 而是整整一箱的水 此时的考古专家已经做好了最快的打算 铁汗里的水开始一点一点的被抽出 突然水中涣起了一点蓝光 等铁汗里的水被全部冲干之后 一层神秘的宝塔显现出了 冰山一角 因为信息的说 尽管长期浸泡在水中 这种宝塔的冒陈情况还想办法 专家很快确认 这应该就是实际上所说的七宝阿玉王塔 最后经过一天一夜的清理工作 最尊流金宝塔的上半部分终于呈现在了大家的眼前 简单刻骨几句吧 阿玉王是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 又被称之为转轮法王 他所处的年代大约相当于中国的隋朝时期 传说这位国王早年间是好战起杀戮到处征战 然而到了晚年的时候 他非常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不仅自己受了五届专心礼服 还把佛教立为国教 后来他觉得光在自己的国家宣传佛教还不够 于是乎又在他所能够触及到的范围内全世界宣扬佛法 据说一夜之间他在世界上建立了 八万四千座座塔 还建造了大量的公共设立的宝塔 那么这些塔呢就会称为阿玉王朝 到目前为止 在我国的浙江和山西 已经先后发现了五座阿玉王朝 不过专家认为啊 无论是体积还是做工 都无法跟眼前发现的这座阿玉王朝相比 不过专家人 不过专家